大家好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时候你非常希望想要做一件事情 非常盼望做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 我想要做什么什么 我希望做什么什么 我盼望做什么什么 那么要表达这种强烈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要学一个单词 恨不得 恨不得 或者是巴不得 这个不是亲生 恨不得什么什么 巴不得什么什么 表示极限地盼望做某件事情 非常着急的 非常希望做这件事情 我们举个例子 第一个 快到春节了 他恨不得飞回故乡去过年 春节和过年是 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节日 叫过春节 或者叫过年 这个时候全家团圆 在外面工作的人也要回到家乡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那个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着急 非常迫切的 快到春节了 他恨不得飞回故乡 表示的这种心情不是走路 是飞回去 过年和家人团聚 第二个 那家服装店新上了漂亮的春装 上表示的是上市 已经开始卖了 新上了漂亮的春装 我真恨不得一口气全买了 非常漂亮 我喜欢这些衣服 然后呢 我就恨不得全部买了 这是我非常迫切 非常着急的心情 第三个 兄弟俩 兄弟两个人 三年多没见面了 很长时间 三年没见面了 一见面 恨不得说上三天三夜 三年没见面了 他们一见面的时候那种心情 就想一起聊天 说说这三年发生的什么事情 说上三天三夜 非常着急 非常盼望的想一起聊天 长时间的聊天和说话 第四个 我恨不得一个月就能学好汉语 这个是对学习语言的人来说 他们都希望非常快的 非常着急 然后非常盼望 很快的短的时间学好这门语言 恨不得一个月就能学好这个汉语 好 那么我们举了四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发现 恨不得后面家的这种盼望做的事情 常常是实际上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可能一个月就能学好语言 我也不可能不睡觉 不吃饭 不喝水 然后聊天聊三天三夜 我也没有钱 不可能全部买了这些衣服 我也不可能很快的时候飞回我的家乡 所以恨不得表示的是盼望做这件事情 但是常常这个盼望是实际上做不到的 只是你非常着急的希望 非常着急的想要做到这件事情 好的 如果在生活中你有这种非常急切的心情 非常盼望想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要强调的时候 你可以用恨不得或者是发不得 好的 今天的内容你明白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